假設你要解析資料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預先用Jeterned分析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是先把它貼到Jeterned裡面 取得這一個 然後展開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大概要抓什麼東西了 然後再利用Jetern Converter 其實就很容易就可以 逐一的把你需要的資料 把它給抓回來 所以其實它對應關係 應該就可以很清楚 整個本身就是一個物件 然後我要的recourse 就把這個名稱填到這邊來 然後再把這邊的每一個名稱 填到這個後面的item裡面 它就會逐一的幫我把資料給全部抓回來 所以其實應該沒有那麼複雜 那其他的部分 當然請各位 也許如果回去有時間的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找一下 其實我覺得開放資料裡面 應該蠻多可以練習的 有沒有開放平台這邊 然後你可以從那個資料集裡面 有個全部資料集 那類型的話 你就可以找一個什麼 找這個底下吧 找這個類型的話叫Jeterned 那目前的話在開放平台佔第二名 有沒有 第一名的話CSV 第二名的話 好像之前好像跟XML差不多 可是現在好像感覺 也好像越拉越遠了 感覺Jeterned這個格式 受歡迎程度好像越來越高 那其實底下還有一個啦 這個叫Web Service 這個好像也都Jeterned比較多 OK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點擊啦 一般我的習慣是什麼 點擊這個Jeterned的格式 其實這裡面全部都是Jeterned 都有Jeterned 不過有的時候好像也會有CSV 那當然哪一個你比較喜歡 你可以搜尋一下 或者是說啦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 哪一些是你比較有興趣的 你也可以 我的習慣是按照瀏覽次數啦 由多到少 那表示說呢 大家比較重視的 像包含就是什麼 像這個好像是不是跟我們剛剛做的蠻像的 空氣品質AQ 有點像耶 它好像不是同樣的資料 這個欄位好像比較多嘛 或者是說你可以找那個什麼 各鄉鎮的人口密度 好像這個我點開來 這個應該不太 這個應該也是一樣 而且它裡面有分CSV 然後API 不過API應該就是Jeterned 有沒有這邊有個決審格式 那它這邊有分很多年啦 我們找最近的一年是111年這個好了 那檢視員什麼 那這邊一樣點開來 它一樣會跳出來 所以同樣的方式啦 你們假設有時間的話 不妨可以解析 你看也是一樣 這個資料 哇好混亂喔 那裡面藍位數更多耶 有沒有 1 2 3 4 5 5 它也沒有 只有五欄而已喔 而且這個密集恐懼症 光看這資料看著眼花 眼睛都會OK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打開之後我不會特別 我會Ctrl A Ctrl C 然後切到Jeternedit之後有沒有 把這邊切到Test文字模式 然後一樣這邊Ctrl A Ctrl V貼過來 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那要把它變成一個樹狀很簡單 這個叫去啊 文字模式嘛 這個叫樹狀模式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一棵樹了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就兩個key 那我們要的資料在哪裡 要的應該是resale 不過resale要多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又多一層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每一個Jetern 長的都是獨一無二的 不會一樣喔 OK 所以有的時候你說 老師那為什麼多一層 那多一層怎麼辦 對 你就要見招拆招了 那不過啦 反正有固定規則 你先抓第一個relaut 然後再往裡面再去抓 然後再去回圈 這樣也OK 只是說你變成要多一個步驟 OK 至於怎麼做啦 我想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如果實在不OK的話 我印象中我這個題目好像也有答案 我看一下 底下好像也有那個 就是剛剛那一題 人口密度的吧 底下我其實還有蠻多範例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自己再稍微試做看看 這個是紫外線其實 好像人口密度底下也有啦 你們自己再找找看喔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 主要我們就是開個頭 針對那個Jetern格式部分呢 先做那個PM2.5的 那其他的話 我們會再找幾個吧 方式把它做個練習 至少讓大家熟悉 以後遇到Jetern 就可以馬上把它轉成Essail 沒有問題 不過剛剛是方法1喔 另外還有方法2 我覺得方法2有的時候 假設你方法1覺得有點不好用 你可以用方法2 下一次我們再來看